接受采访时,我顺嘴地提到说喜欢吃凤梨酥和马蜀 于是我们全团的行李当中,便多了很多各式各样包装的小甜品 一家饭店的老板得知要接待我们 特别地从上海运来了寄菜 亲手地包制了,擀制了饺子皮 为我们端上一盘盘地道的水饺 夜市里,老人家听说我们来自于大陆 激动地和我们合影留念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和两位同学即兴合奏沧海一生笑的片段 我们虽然那天早上刚刚认识 但是我们的这种默契 其实也很快地让在场的我们建立一种心灵 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这种共情和共荣 除了比较平常的天气啊 交通啊,风土人情这些 我们最常聊到的一个话题其实是我们的籍贯 我们聊着聊天经常会发现 就是那些台湾同学会向我们讲述到 他们的祖辈会告诉他们 他们的根是在大陆的某一个地方 我们的根其实都是在同一处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